苗栗县进入高龄化社会公司立长照机构 也看准民众需求进驻展开服务 尤其偏乡地区来说 长照机构的到来不仅提供了老年人照顾服务 机构依法需雇佣的照服员和护理师 更渴望带动地方劳动市场创造就业机会 苗栗县进入高龄化社会 全县人口最少只有4000多人 但是相对高龄的是檀乡 日前进驻了全县第一家整合住宿 与这家服务长照机构 不仅让有需求的老人可以就近申请长照服务 另一方面更有助于扩大偏向劳动就业市场 一个服务150床的长照机构 就能提供2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因为我们长照需求非常大 也需要很多的照顾服务员的加入 因为我们有居服员 居家的照服员 然后机构式的照服员 还有送餐的访试员 我们只要是有经历到长照服务的内容的工作人员 我们都期待 尤其在中央长照2.0政策下 民众长照需求透过各管师家访定制菜单 再安排居服员到宅提供服务 工作时间自由接单 跟美食外送员的性质相同 只需要上完90个小时的训练课程 不受年龄与经验限制 就可以提供长期照顾服务 月薪上看4万以上 每一年开办5到8 5到8是个班次的照顾服务员培训课程 就可以透过这个自训之用的课程 我们也自办自训之用 然后就是在我们受训的照服员 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长照体系来做服务 这对中年二度就业的民众来说 可说是开创新的契机 随着照护需求量大 民间长照机构纷纷设立 想要求职的人 可以上县市政府的网站 查询合法机构来面试求职培训